大家好,这里是思维密码,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逐渐认识到人生中的种种变化和挑战。 而有些时候,我们不得不在感情、事业、甚至人际关系中变得更加果断、冷静、甚至有些薄情。 但是,薄情并不是负面的词汇,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技能、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。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,人越老,越薄情,这是一种历经沧桑的成熟。 当人有了足够的精力,见识过人性的凉薄后,他们会慢慢看清这人世间的真相。 真正成熟的人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深情,把宝贵的时间留给自己。 过度的爱会物极必反,带来负面影响。 适度的薄情可以让生活更加平衡。 人在年轻时,总是喜欢热闹,每天忙着打造社交圈,年纪大了,精力多了,才学会筛选朋友,开始明白让自己舒心,就要对自己薄情。 有一次,何炯准备加李健的微信被拒绝了,原因是,李健用的不是智能手机,没有微信,更没有微信朋友圈。 李健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,他正处于事业的快速上升期,各种演出和代言邀约如潮水般涌来。 可是他却选择不接受任何采访,减少社交,甚至对那些分支踏来的演出和代言也一一婉拒。 他一直都活得很简单,本以为他大火了,会对自己好一点,买房买车,没想到他有钱了,既不买房也不上网,家里依然堆满磁带。 对于房子,他说,那不是我的必需品,我觉得这样的自己更富有。 其实,李健不是装酷,而是学会缩小交际圈,不会随意融入不适合的圈子,更不会打乱自己的节奏。 他拒绝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商演和代言,保证自己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,在娱乐圈销声匿迹,过属于自己的生活。 他从不炒作自己,反而把更多的时间专注生活本身,健身,看书,写歌,旅行,过着自律且自由的生活。 朋友都不理解他的做法。 你这是把白花花的银子往河里扔啊? 生活中的李健很自律,一周健身三至四次,一天只吃一顿饭,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在读书,听音乐,然后写自己的作品。 成名之后,他没有享受物质生活的丰盛,不买房,拒绝社交,看似高冷,具有薄情的背后,却是对自己的负责,忠于自己梦想地坚守。 李健对自己的目标和追求有清晰的认识,他深爱音乐,因此在走红之后,他选择远离大众的视线,让观众逐渐淡忘他,只留下那些真正欣赏和喜爱他音乐的人。 对外物薄情的人,他们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左右,能保持初心,避免迷失在别人的世界里,因此,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独处和成长。 他们不为了社交而社交,而是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。 这种勇气,使他们能够提升自己的内涵,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,最终变得更加强大。 那些敢于保持薄情的人,实际上能够避免80%的困扰,精简了圈子,获得真正的自由。 人到中年,不妨对自己薄情一点,忽视他人的目光,专注自己的人生,才能过得自在,活得舒心。 二,对他人薄情,取舍自如。 网上有一个问题,解决人际矛盾最好的方法是什么? 底下有个高赞的回答,该翻脸时,就翻脸。 做人如果一味地善良,不敢拒绝,甚至不敢翻脸的话,自己就越来越容易被人当成软柿子捏。 朱之文走红后,一些一年都难得见一次面的亲戚朋友突然涌现出来,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借钱。 心地善良的朱之文,出于同乡的情谊,他借出了几千甚至几万元。 还为村里修了路,装了变压器,改善了健身条件。 这几年里里外外又一共借给了左邻右舍二百多万。 他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也希望他的善举能够得到回报。 可是朱之文得到的却是更多的消耗。 越来越多的人借他的生育赚钱,他成了全村人的摇钱树,村民却不依不饶,骂他出名了不为村民办实事。 朱之文的一个邻居前来借钱,一开口就要借二十万。 朱之文出于慎重,拒绝了这位邻居的请求。 没想到当天晚上,一块石头从墙外丢了进来,打碎了朱之文家的玻璃。 碎屑飞的满屋都是把朱之文吓得不轻。 朱之文的家门曾多次被人踹开,更可怕的是,春节的时候,很多人聚集在朱之文家门口,吵吵嚷嚷地讨要红包,朱之文都一笑而过。 一名来自河南的老人赖在朱之文门前不走,找朱之文要六十万。 可不管他怎么喊,朱之文始终都拒绝给他开门。 毛母有一个道理,心软和不好意思只会杀死自己。 理性的薄情和无情,才是生存的利器。 真正有智慧的人,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薄情,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自己,还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 所谓薄情并不是对万事万物都毫无情感,而是理性做出选择。 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必要的人和事时,我们可以选择薄情的处理,不去过分纠结和纠缠,当断则断,认真选择。 在意那些值得在意的,推远那些让自己受伤的。 用冷漠的态度对待,可以让对方看见你的锋芒,也能为自己保留最后的体面。 在人生的下半场,我们会面临更多的选择,能够学会薄情,可以摆脱所有困扰,越活越明白。 3. 越强大的人,越薄情。 蔡康永就鼓励大家,成为一个薄情的人,而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。 他从不参加别人的婚礼,不送生日祝福,节日祝福,从来不过生日,春节,圣诞节,遇到不想回答或不想相处的人,就赶紧找空隙溜走。 该社交的不社交,该重视的不重视。 但是,如果是普通人,应该早就没朋友,被孤立,被骂无趣,没有仪式感,不合群了吧。 可是,他身边的朋友都是至交,看似不近人情,却正是因此收获了更多的真情和美好。 到了一定年纪,认清生活的本质后终于明白,没有人值得你小心翼翼地生活。 选择薄情一点,是一种高级的生存力。 当你学会薄情的三个方法,你也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。 1.拒绝力 哈佛大学曾做过一项调查,如果一个人学会合理地拒绝,就能减少90%以上的麻烦,更能减少大量的个人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。 老友向刘同借钱,刘同果断回绝,我有钱,但我不想借。 刘同解释道,之前,我借钱给朋友,结果闹得很不愉快。 所以,我定下了规矩,不再和朋友有金钱往来。 只有拒绝低层次的快乐,远离低能量的圈子,避免无意义的内耗,勇敢迈出行动的步伐,才能走向坦途。 2.屏蔽力 所谓屏蔽力,就是一个人排除和屏蔽掉无用信息和外界干扰,回归本心的能力。 莫言或诺奖后,很长一段时间内,没有新作品问世,许多质疑,声音传来,他选择了销声匿迹,屏蔽外界评价的影响,安心做自己该做的事,所以才有了新的突破。 2.唯有懂得有选择性的屏蔽,才能专注自身,过好生活。 3.慢慢人生路,屏蔽掉不必要的关系,坚定内心,专注于自己的路,就会少去许多烦恼,更加热爱生活。 3.清零力 极简历一书中说,清理掉你的缓存,适时把自己归零,就会不断追求卓越,在归零之后再取得新的成绩。 4.消耗你精力的,不是工作,而是工作中要应对各种人际关系,处理人与人的交往。 4.汪涵把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删掉了,汪涵认为,删除好友后,生活会变得相当轻松,所有时间都是自己的,自在的一塌糊涂。 5.拥有随时清零的能力,不再被各种因素划地为牢,限制自己人生的可能性。 5.为生活做减法,不纠结过往,人生才能轻松自在地享受当下。 6.勃勤的人并非无情,而是更加珍视自己的情感和价值,他们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左右,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,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和勇气,敢于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 6.所以,当你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和挑衅时,不要害怕展现出你的勃勤,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益,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6.只有这样,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,活出真我。 6.从学会勃勤开始,把自己还给自己,把别人还给别人,让花成花,让树成树。 6.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6.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及在下方留言。 7.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7.0 感谢观看